回到台湾共同团 赶快来谈谈家和能够万事新的国民党吗 这一画面赶快带您来看 今天看到马英九总统跟朱一伦 哇 朱一伦亲自来到会场的外头 迎接马总统的到来 因为中午的这个党政平台会议他没去 那马总统跟朱一伦要见面呢 好像很难的样子 但事件在此时此刻还在召开 就是国民党的立法行政的协调会议 那朱一伦亲自到楼下来 迎接了马总统上来的会议场合之后 哇 大家都站起来了 一一的握手了 最重要是要看到有没有跟王金平握手呢 好 画面或许还没带到 但是我们记者有告诉我 有啦 有握手 好 今天三个人都见到面了 算不算是就破冰了 那破冰成功之后呢 国民党的发展接下来 有希望 赶快请教这个杨委员 这个是今天乐见的发展 还是之前刚才一开始的时候还没想到 因为朱一伦今天中午也放了马英九格子 我是觉得马总统有关这个 我们的朱主席针对王金平案子 这个小小的新闻热点啦 因为大家过完年啦 也轻松一下 那我是觉得以他们高层来讲 如果说真的这一次如果在党政平台里面 马总统没再出现 我想哇 那这下子可能就是 揣测会更多 那可能是因为这样子 本来好像马总统是想说 避免引起这个媒体的关注 所以说不参加 那后来可能认为说 如果避免反而造成更多的关注 那干脆就大家这个见个面握个手 我想这个部分握手并不表示 就是说大家想法都一致 但是互相尊重是有必要的 我想今天的结局应该是这样子 所以杨委员在这边也透露给大家看到了 这个总统今天这场本来不一定会来的呢 但是这个时候大人们头脑都想清楚了 通通都出现了 不再互相放鸽子了 那接下来应该怎么看 国民党就是在朱主席带领的家和万事 一定能够新呢 把王金平给赢了回来之后 接下来还要把傅昆琪也找回来 我请教这个沈大佬 那这就好玩了 沈大佬那个这个王金平问题 要处理到马总统很生气 那傅昆琪也是一直卡在高层 让他没办法回复了国民党的党籍 朱主席的做法一直在踩马总统的痛脚 当然新主席面对明年是选举年 当然是要这个成员的阵容越强越好 你看台湾的版图 就来一个台北市跟一个花莲 就是无党籍的 所以如果你把它变成蓝色的话 那当然不错 不过傅昆琪是一个个案 他这个个案就是说 如果你看老百姓的反应 他是很好的现场 如果你看他对这个整个宪政的这个收支预算的做法 他是一个非常民粹化的 如果全国县市场都像他一样做法的话 那台湾是一团糟 而且他有案在身也还没有定验 所以要不要应该要欢迎他回来 我觉得新主席有他的苦衷了 我常常讲说 如果马英九不发脾气 就不叫马英九了 如果朱主席不这样处理 他怎么当主席 就好像你丢了一个脏兮兮的小孩 你第一件事情作为把母 当然把他屁股洗干净 换个新的那个尿布 不是这样吗 所以我都认为他现在正在 把这个baby洗好 然后才能够整军出发 明年就紧张目 要不然你要他怎么做 真的是很难 所以现在这个是 红威只要前主席不要再指指点点 就好做事吗 当然是这样子 我们还是觉得说 因为现在是已经换人执政了 段主席 可是我讲一下傅昆奇的事情 我觉得处理王金平党籍 跟处理傅昆奇是完全两回事情 这个两边的格局跟他的急迫性 这是差非常多了 因为王金平除了 当然他踩到马英九底线 但是他是立法院长 尤其我们在讲说过去 因为王金平的党籍案 造成立法行政一直在互相的冲突 那个已经不是只有国民党家务事 这还是整个国家大事 但是傅昆奇的党籍案 其实在选前 去年的选前 就曾经有副主席想要处理 但是最后割下来的还是马英九 因为马英九就在乎 就说你有案在身 那其实到了选后之后 我觉得他没有这么大的急迫性 而如果朱立伦现在还有这么多的事情要处理 把这个拿出来先做处理的话 我觉得那个名声或那个支持度 绝对不像他处理王金平那样子的 会得到一个这样正面的效果 不过国务委员 那实在是因为把花莲变蓝 还有立委选举 花莲也不能输 所以富贵找回来有其必要 我看他现在比较迫切的是 那个党政平台 王金平到底可不可以去 因为今天早上